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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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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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能够立即意念你的上师和三宝 而这些念头将使你离于恐惧 觉察心将帮助你通过死亡和投生的过程 并在因果业报法则的推动之下 你将继续在修行的道路上前进 所有的行为和修持都应该以观照为指引 无论你做什么都应该以三个重点为规念 从事任何行为之实 皆以利益且众生为发心 用圆满的专注来从事一项行为 不执着于做着受着和所做的概念 最后把功德回向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证悟成佛 在夜间 检视你在白天的行为和念头 忏悔你的过失 和欠考虑的轻率行为 并加以补救 是好的做法 告诉自己 你已遇见一位上师 领受了他的教导 你不应该做出如此的行径 如果你做出正面的行为 你要把功德回向众生 并誓愿在隔天 从事更多的善行 仰赖最殊胜的友伴 本然明觉的智慧 听闻的人们 他绝对不会与你分离 你迟早必须和你最爱的朋友分离 然而 有一个朋友 将永远不会离你而去 即使 你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 他即是佛信 是纯然的明觉 你将透过听闻心灵上师的法教 而开始发现他的存在 随着你培养出稳定的心灵宁静 以及对实相的深刻洞见 你和这个友人之间的情谊也加深了 最后你将发现 他总是在你的身侧 也将常伴你左右 这是你所能够培养的最真实的友谊 寻求最殊胜的指示 如同般纯然的明觉 听闻的人们 这样的指示 没有出生 也没有死亡 当一个孩子在一个家庭中出生的时候 父母欣喜若狂 他们家的人定兴旺了 香火延续了 当他们年老时 将会有一个人照料他们 及他们的财产 然而 父母对子女所生起的强烈执着 最后 为他们所带来的痛苦折磨 往往多过喜乐 尤其 如果发生白把人 送黑把人的情况 父母将很难不陷入绝望之中 有有胜者 许多父母 可能为了获得财物 而造作了许多恶业 他们也将鼓励孩子 做同样的事情 事实上 从因果耶报的角度来看 他们在不经意的情况下 伤害了彼此 父母鼓励孩子 去享用不义之财 而孩子照做 便延续了恶业 这也使得父母 常受苦过 去寻求最出胜 本具的孩子 纯然的明觉 来做你的子嗣 不是更好吗 受到迷惘的蒙蔽 你已看不见这个孩子 但是 如果你拥有再度 寻回这个孩子的明信 那么他将常伴你左右 即使连死亡 也无法把他从你身边带走 这个孩子将带领你 走向结合了纯然明觉 和空性的心性城堡 在空性的状态中 挥舞纯然明觉之谋 听闻的人们 这种见地 是不受一切所困的 你的见地 应该如同天空般 从高 浩瀚 纯然明觉 一旦在新的空性中显现 就不会再被 负面的烦恼遮蔽 负面的烦恼 反而会成为 纯然明觉的庄严 保释 对见地的了物 是一种不变的状态 没有所谓的升起 停住或止灭 在这种状态之中 纯然明觉观察 起心动念 如同一个平静的老人 观看嬉戏的孩童 迷惘的念头 不再能够影响纯然的明觉 如同一把剑 无法穿刺天空 贝达布对 在海洋的浩瀚中 自行平静下来 念头是纯然明觉的戏耍 念头在纯然明觉中升起 然后又消融于纯然明觉之中 去认清 纯然明觉 是念头的来处 即使去认清 你的念头 从来没有所谓的升起 停住或止灭 到了那个时候 念头就无法再扰动你的心 当你追逐念头的时候 你就像一只追逐一根木棒的狗 每当木棒被丢职出去 你就追着跑 但是相反的 如果你解释念头的来处 你将会了解 每一个念头 都在明觉的时空中 升起 消融 没有引动其他的念头 你要像一头狮子 不去追逐木棒 而是转身面对 那个丢职木棒的人 你只能对着一头狮子 丢职一次木棒 为了攻下星星这座 非造作的城堡 你必须追本溯源 认清念头的来处 否则 一个念头会升起 第二个念头 然后升起第三个念头等等 很快的 你将被缅怀过去 和计划未来所困 而当下的纯然明觉 就完全被遮蔽 有一个故事 是关于一个修行者 在户外 用供奉在佛堂上的米粒 喂养鸽子的时候 突然想起 在他前程投入佛法之前 曾经拥有无数的敌人 这个念头在他心中升起 现在我的门前 有如此多的鸽子 如果我当时拥有那么多的士兵 我就能够轻而易举的 殲灭敌人 他深深陷入这个想法之中 使他无法再控制敌意 他离开隐居的处所 募集了一群傭兵 前去争讨先前的敌人 他从此所造作的恶业 全都起始于一个单纯的妄念 如果你认清念头的空性 而不去巩固强化你的念头 那么每一个念头的升起落下 都将使你对空性 有更明晰 更深刻的了悟 在没有念头的状态下 毫不散漫地舍弃观者 听闻的人们 这样的禅修 是离于昏尘或吊局的 当你的心安住在纯然明觉之中 不思及过去或未来 没有被外境吸引 或被心之造作占据的时候 你的心 将安住在本然离戏的状态之中 在那样的状态中 你不需要刻意地加强戒备 来制服你的念头 如一句话所说的 成佛是心的本然离戏 一旦你觉知了这种离戏 让你的心 毫不费力地处于当下 便能够保持这种觉知 然后你将体验到一种内在的自由 在这种自由之中 你不需要去阻挡念头的升起 或担忧害怕 念头将破坏你的禅修 在自然自身的状态下 训练自己离于任何执着 听闻的人们啊 没有什么是要舍弃或执取的 保有那种离戏的状态 当你遭遇到快乐 成功及其他顺缘时 把它们视为梦幻 不要执着于它们 当你面临了疾病 诽谤或其他身心的艰苦失恋时 不要让自己灰心丧志 你应该祈愿 希望借由你所承受的痛苦 来尽除一切众生的痛苦 进而再度燃起你的悲心 不论你遭遇什么样的情境 不要洋洋得意 也不要心灰意冷 要自由自在地 安住在沉着宁静之中 不可分割的四身 皆圆满成就于你的心中 听闻的人们 这样的成果 是超越所有的希望和疑虑的 成佛似乎是一个 遥不可及的目标 但事实上 心的本质 空性 即是法身 心的自然显现 明晰 即是报身 从心所散发出来的 片在慈悲 即是化身 这三身的合一 即是自信身 这佛之四身 或四个面相 一直存在于你的心中 只因为你不知道 它们就在那里 所以你认为它们 是遥不可及的外在事物 我的禅修做得正确吗 你不安的纳闷 我究竟要到什么时候 才会有一些进步 我绝对无法证得 等同于我上师的果位 你被希望和恐惧折磨 你的心 从来无法获得平静 随着你的情绪起伏 你在某一天 密集的修行 隔天 则什么也不做 当你获得心灵的平静 而产生愉悦的绝授时 你执着于这样的绝授 但是 当你无法减缓 如洪水般的念头时 你则想要放弃禅修 这不是从事成修的方法 无论你发现自己 处于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你都要日复一日 持之以恒的修行 观察念头的活动 并追随念头 回到他们的来处 你不能期望从一开始 就能够日日夜夜保持专注 当你开始观修新的本质的时候 每一做的修持时间 最好短暂且次数频繁 如果你坚持不懈的修行 你将日益认清 并了悟新的本质 而这样的了悟 也将变得越来越稳固坚定 到了那个时候 念头将失去扰乱你 和奴役你的力量 轮回与涅槃的根源 都存在于你的心中 听闻的人们啊 心是离于任何真实存在的 是我们自己的心 带领我们陷入轮回之中 我们无视于心的真实本质 反而把焦点放在念头之上 事实上 这些念头 纯粹是心之本质的化现 我们执着于念头 结果使纯然明觉 冻结起来 转变成为自我和他人 可爱的和可恶的 等坚实的概念 这即是我们创造轮回的方式 如果我们能够遵循上师的教导 来融化这些执着之兵 那么纯然明觉 就会重新回复到本然的流动状态 换句话说 如果你从树根砍断一棵树 那么树干 树枝和树叶 会一起倒下 同样的 如果你从念头的根源 来斩断念头 那么所有轮回的迷惘 都将瓦解消融 我们体验到的每一件事物 所有轮回与涅槃的现象 都像彩虹一般 生动明晰的显现 然而它们也如彩虹一般 不具有任何真实的存在 一旦你认清现象的本质 既明晰又虚空 你的心将远离迷惘的专恨 了悟心的究竟本质 即是正物成佛 无法了悟心的究竟本质 即会陷入无名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 它都是你的心 你的心 既可以让你获得解脱 也可以让你身陷轮回 然而 这不表示 心是一个可以被操作的实体 如同一块陶土 可以被陶宫 捏塑成任何形状 当上师教导弟子心的本质时 它指的不是一个实体 当弟子寻找 并发现新的本质时 它不是在 只取一个 可以被执取的实体 了悟心的本质 即是了悟心的空性 就是如此 这种了悟 是一种直接的绝授 无法行诸于文字 如果你期待这样的了悟 会带来神通 神力 及其他超凡的体验 那么你就是在自欺欺人 你只要把全副心力 投入在了悟心的空性之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001-205-666 012-001-205-666 僧众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供香 粉 药供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年花生大事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十万倍 佛教慈悲置业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 礼拜 佛说 弥陀宝灿 功勤 占佑法师领众 日期 9月27日 星期五 时间下午1点半 地点 佛教慈悲置业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联绝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义 共募佛恩 佛教慈悲置业 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举办 八观灾界法会 恭请 赞山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组法 日期 9月28日 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 下午2点 佛学讲座 阿弥陀佛48大院 主讲 赞江法师 地点 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存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佛仪教经中 入灭前的佛陀三问弟子 如等若于苦等四地 有所遗者 可及问之 无得怀疑 不求绝业 因应期盼弟子 能彻底了知四地的真实含义 四地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四圣地 苦 及 灭 道 是佛陀从初转法轮开始 到往后四十五年说法的核心教义 在中任书中说 四地是迷雾之本 迷之则六道芬然 雾之则有三称贤胜 地 有真实不虚的含义 若能如实之见四地 便入圣者之流 因此称为四圣地 苦 泛指贪称吃烦恼苦 以及生老病死和三二道的苦 这是苦果 疾是苦疾之因 这是由于不了解因果流转 而造作种种与烦恼相应的行为 因而积极种种业力 灭 是不受烦恼支配 了断生死的束缚 这是苦灭后的仙境 也是乐果 道 是灭苦的修行之道 该夸而言 是以界定慧三无漏学为根本 是属于乐因 知苦断即 木灭修道 佛陀先说苦地 将苦果放在前面 是为了让弟子们能知苦而深厌离 发愿不再造作恶法 即涌断即苦的因 要断离受苦 有断苦的方法 因此又有道地来说明修行的道路 而佛陀先说涅槃极境的灭地 使人生起对乐的向往 进而发起离苦向道的心 苦因之 即因断 灭因阵 道因修 简单来看四圣地 即是解形并重的断苦相乐之道 在帮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